每年为了提升收藏价值并保障购买权益 渡谷香农会针对各级比赛茶包装都会用心来做设计 近期农会也加紧脚步进行相关作业 准备迎接展售会活动的到来 说实在因为你好茶也需要好的包装 当然就是包装除了我们自己买回去享用之外 用这个茶叶来当一个正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在包装上我们每年都会去 每一季的茶叶我们都会去做变更 都会去重新设计 至于在防伪标签 当然我们是要杜绝被仿冒的一个可能 让消费者都能够买到货真价实的洞顶葫芦茶 陆古香农会所出产的 今年由陆古香农会所认证出品的春茶包装外盒 颜色相当鲜艳 充满了春天气息 以及在地文化特色 希望带给消费者们展现的感受 我们今年包装的设计理念 因为是春茶 所以我们色系是采用比较清淡的一个色系 最主要的它就是春暖花开 就是代表一个春天的气息 最主要当然就是有我们的优良的环境 我们茶叶生产优良环境 当然就是有好山好水 然后在这边孕育出我们好的冻顶葫芦茶 当然这个路是我们陆古香农会我们的一个logo 一个回头路就是喝到陆古香的好茶 一定会回头再来挑选第二次第三次 永久的来挑选我们的冻顶葫芦茶 而对于比赛茶的防卫机制 陆古香农会也就是采取一摸二看三翻转的口诀 让民众能够清楚分辨真味 我们防卫标签一样是采用一摸二看三翻转的部分 一摸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图板印刷 所以在摸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有一个不规则 那个图板的一个手感 二看就是要看我们这个年度 还有我们的陆古香农会的展售的包装 还有它一个流水号 三翻转就是我们翻转的时候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有一个LU的一个隐藏字 从这边就可以去判断说我们陆古香农会的包装 应该是不会被仿冒的 议长和尚丰肯定农会协助农民推广行销的用心 也欢迎喜爱喝茶的民众 在6月10日当天都能够前往参与展售会活动 购买今年的幼稚春茶 记者卢依卡陆古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